台电公布去年度全台22县市的节电大数据调查 依据各行政区节电成效占比还有节电累计互次 挑出了各县市节电冠军行政区 而花莲市去年度节省580亿万度的电 再度拿下花莲县的节电王 市长魏嘉燕表示 感谢前市长魏嘉贤在任时推动还有顺名朋友配合 未来会持续来落实宣导节电观念 台电公司1月6号在台北台电大楼举办 2022节电成果发表会及县市节电纪佣颁奖典礼 花莲市公所由行政室主任代表前往接受表扬 并且在典礼上分享花莲市公所的节电成果 前市长魏嘉贤也说明过去几年 市公所为推广节电所做的努力 花莲市公所还有我们花莲市民非常非常厉害 在连续四年获得的台电在花莲地区的一个节电王 那当然也要归功于过去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民众 还有台电的同仁跟花莲市公所的所有的活动 都在宣传相关的节电 那我也有幸参与过去四年的一个市长任内的部分 那我们也推动非常多的活动 尤其是在去年把全世界最大的活动 关灯一小时的节能活动 主场带到花莲 那也变成全球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未来的几年 新任的魏嘉贤市长都能够持续把这样子非常正向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能活动继续推展下去 也能够让民间都能够看到我们花莲的一个软实力 跟节电的能力 花莲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未来市公所会扩大推广节电宣导 也会落实各项的节电措施 首先要感谢能源局在2018年 补助了我们328盏的LED灯 那还有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所外 也能够持续来增加 那能够节电 然后又能够环保 那在这边 也要感谢我们的 我们公所的所有的同仁 在中午的时间 然后都会自动的来关灯 来做一个节电的这个动作 我想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都要持续的来养成 未来魏嘉宴也会在 不管是在我们的社区的活动 或是我们幼儿园 甚至于一些我们大大小小的活动 我都会来推我们随手关灯的一个活动 来告诉大家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也希望我们后代的子子孙孙 都能有电可以享用 市长魏嘉宴期盼透过教育宣导和身体力行 让不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把 随手关灯的观念带入生活当中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希望可以用环保永续观念 让子子孙孙都有电 也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绝对会欢迎视报道